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用来进行行截取 而CUT和AWK都是进行列截取 那SAN的命令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截取的命令 它是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流编辑器 啥意思 他可以干嘛 进行我的对我的文本 或者说对我的文件当中的数据进行选取 替换 删除 新增等等这样的操作 大家有没有发现 散的好像就是一个编辑器啊 我们的VI其实也完全可以在我的文件当中进行选取 替换 删除和新增 没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学过了VI 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散的命令 那是因为VI命令它只能修改文件 比如说 就跟我们的Windows一样 我得事先写好一个文版 然后呢 用VI才可以进去修改这个文版 但是VI不可以把命令的结果 比如说 我有某箱命令 DF这样的命令 命令的结果 我不能直接修改这个结果类的内容 我如果想要修改这里面的命令的输出 我需要先把命令保存在文件当中 然后再用VI去修改这个文件 这是VI的区域 但是散的呢 它的好处是 它不光可以修改文件 而且它可以从 为什么叫刘编辑器 它可以从管道夫接收数据来进行修 换句话说 我不需要把命令的结果先写到文件当中 而是可以用管道夫来接收 让我散的直接接收这个命令结果 也就是说 散的知识管道夫操作 所以呢 它不光可以修改文件的内容 还可以直接修改命令的结果 这就是散的和VI的最主要的区别 那散的其实我们说 它的这种操作呢 可能更主要的还是应用在对这个命令的结果进行 这个替换啊 删除啊 匹配上 在实际的我们这个操作当中 其实用不到太多 但是在12脚本当中 写程序的时候 散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流数据 这样一个处理编辑器 所以啊 我们有必要来学习一下散的实用 当然 散的其实远没有awk复杂 awk可能是我们目前接触到了最复杂的一条命令 单就命令来讲awk最复杂 但是散的呢 它远没有那个复杂 我们看看它的格式 它是这样的 散的后面跟选项 然后后面跟我要执行的动作 注意 动作是要用单一套扩下来 然后跟我要操作的文件名 我们说散的是可以操作文件当中的数据 当然也可以用管道符接收上一条命令的结果 都是可以的 那选项呢 其实非常多 常见的就是这几个-n 它的作用是什么 把把所有的把只经过散的命令处理的这个数据输入到屏幕上 如果不加纲 纲纲纲会把所有它处理过的文件的那个都会这个数据都输入到屏幕上 纲一呢 是允许你进行多条散的命令的方式 纲纲纲纲呢 是不光进行这个修改 而且把修改的结果要保存在文件里方 也就是说 如果不加纲纲 你的数据只是输出的时候进行的改定 但是不会影响这个文件里的原数据 但是加了纲纲呢 就是不光是输出数据进行的更改 你的文件当中的原数据也会进行更改 这几个选项啊 这么说起来可能很难理解 没关系 待会做几个例子 看看 那它能支持哪些动作呢 动作不外乎就是追加 替换 插入 删除 这些指的都是行 还可以打印 打印行 这些都是操作的数据行 但是S呢 它是用来替换的 它是用来替换 行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数据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行范围 第一行倒计是 ST换 把旧字符串换成新字符串 后面用杠记 代表替换这个范围之内的 所有的旧字串 它的格式和VI当中的 这个替换是非常类似的 好了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这个 反弦杠的意思 它代表 如果 我输了 或者说追加的数据是多行数据 那么 这个时候 需要在每一行的 这个后面 加一个反弦杠 代表我的输入 数据输入没有完成 只有最后一行 只有最后一行 不需要加入反弦杠 剩下的都代表 数据输入没有完成 其实我们系统的命令 也是支持反弦杠 哎 比如说 我想要 LS 哎 如果 加反弦杠 他认为这项命令没有支撑完 你后面还可以跟 具体的内容 他实际上就是LS 那 进行数据替换的时候 他也支持反弦杠 就这个作用 那 呃 还是这句话 看这个 这个格式啊 你很难理解 它是什么 没关系 我们据个例子 还是这个 选程成绩表 也就是 我们这 现有的 前两天 我们上 前面的 这个课程当中 用到了这个成绩表 我们还是用我们这个 散的来处理这个成绩 好了 最基本的操约 操作 散的 2P P是啥 回来看一眼 P是 会看到 打印 也就是输出 2P的意思就是输出 第二行 输出 第二行 试试 散的 呃 打印号 动作要用 打印号扩起来 2P 输出 这个文件的 第二行数据 诶 看起来好像挺别扭的 为啥 它不光输出了 第二行 而且 把整个文件 所有的数据 又输出了一遍 也就是说 第二行打赢了两遍 看到了吗 它认为 我要求你输的是 第二行 所以它把第二行 输出了一遍 但同时 它又把整片文件 全部输出 这就是 2P 那 我们的习惯 可能是说 我只想得到第二行 那 而不想看多余数据 这个时候 就需要加 刚刚的选项 看 刚刚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们回来看一眼 因为这个选项 我们当时 它的作用是 只输出 经过三层病例 处理的行 而其他的 行就不输出 如果不加钢文 会把所有的行都输出 这就是钢文的作用 那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要用P选项 P动作 也就是打印输出动作 一般都要跟钢文联合使用 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的文件 看起来好像还多了一行 那这是最基本的操作 最基本的操作 那我们说 首先你要小心 我这些输出 其实都不会影响 这个文件本身 三层病例 只要不加 杠爱 杠爱 选项 它的所有的操作 都不影响 这个文件本身 只是影响的是屏幕输出 那它除了可以操作 文件的内容之外 还可以干嘛 也说我们 DF-H 我想用管道符来 San的-N -N号2C 是可以接收命令的结果 也就是说 它可以放在管道符之后来处理 VI就做不到 这就是San的最主要的作用 好了 那是 这是第一个作用 动作输出 当然 我这里现在讲的都是行操作 它针对的都是某一行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有输出 就会有 删除 这句话的意思是 删除第二行到第四行数 那我们试试 3呢 呃 单引号 2 到4D 删除 这个数据 你就会发现 这个文件 总共只有4行 我从第二行删到第四行 那就只剩第一行数据 如果我是从第二行删到第三行 你们就会发现 哎 它还会多留 最后一行 但是 它删了整圈文件吗 我们看着一下 这些文件里的内容 你会发现 文件的内容 并没有做更改 原因 我们这条命令 没有加杠案选项 它操作的仅仅只是 这个文件的输出 而不会更改文件 文件本身的内容 好了 删除 删除 接下来呢 还会有追加 它的意思是说 I码 A码追加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之后 第二行后面 加入卡路 那如果是插入呢 那就应该是在第二行之前 那我们试试 好 再看看这个 如果是 你要输入的设置两行数据 哎 这块我用的是 I I的话就是在第二行之前插入 我插入的是两行数据 这个代表 数据没有输完 先输入第一行 后面跟的是第二行 哎 那我们先试试 试试 我们在 2A 我们先在第二行的后面 加入一个句话 你好 然后呢 这个 呃 不对 第二行数据是李明老师的考试成绩 那好吧 那我为了注明一下 所以呢 我会写清楚 李明老师是作弊的 要不然他得不到这么好的成绩 凭李明老师的智商啊 好吧 那你就会发现在第二行之后 会出现一个 我要求他追加的数据 当然 还是句话 他并没有搜 这个修改文件里面的内容 而是仅仅是文件的输出做了 那可以用追加 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插入 他代表是插入 那插入什么呢 呃 李明老师的数据既然是作弊的呢 那他之前他抄的是谁呢 我是不是就要标注一下 那李明老师那肯定是 首先抄的就是苍老师 对不对 但是 除了这个苍老师之外呢 我还要标注 他还抄齐了 比如说是 波老师 啊 啊 那这个时候呢 单引号扩起了 记得 散打的动作是 由单引号扩起来 后面加 你要操作的 这个文件名 你就会发现 哎 我看一下 散打 我把什么东西打错了吗 STUDEND 波老师 哎 我的单引号打错了吗 好吧 我再来敲一遍吧 散打 单引号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行之前插入 插入什么 苍老师 代表数据没有输入完 再输入 波老师 然后呢 STUDEND TST 好了 刚刚应该是 应该看看敲的时候 好像是输入法的原因 导致这个警号 呃 出现了一件问题 所以他没有识别啊 其实命令格式是没有敲错的啊 没有敲错 你就会发现 在第二行的前面 加入了 他抄齐了 这个人的名字 但是还是一句话 他并没有修改 文件本身的内容 修改的仅仅是命令的输出 好了 这是追加数据和插入数据作用 可以 不管是追加 还是插入 都允许你在多行的时候 进行多行数据输入 只要在 不是最后一行前面加入反结号 代表行位结束就可以 来 还可以干嘛 进行行替换 C代表替换 再来再看看啊 我们说 追加 插入 删除 打印 现在我们还剩两个期换的钱 C是行期换 S是字符串 字符串 那我们来看看 我假设 我觉得 我举报 李明老师是抄袭的 但是呢 这个批卷子的人 是个葫芦蛋 他 觉得 不承认 他我这个举报 他不认识 那怎么办 我就只能干嘛 我说 我把第二行去替换 变成查无此人 哎 我的 你看看 咱们可以看看 李明老师的成绩非常好啊 呃 非常好啊 最起码看起来比我的成绩要高 是吧 好像没有高老师高 是吗 那就把高老师变成查无此人 我不想要让他再看了这个成绩 虽然我举报了他没有成绩 那怎么办 算的 后面写 比如说把第四行 替换 替换成 no 呃 Person 写错了吗 no Person P加 P加S O 没有这个人 STU 你就会发现 他会替换你指定的行 这是替换 注意 C的作用是替换整行 那我如果 把整个人都替换掉 看起来简直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太假了 一看就知道 哎 这是假的 那我能不能只替换他的某一个成绩 比如说 我看高老师这个PSP99分 我才70多分 让我不爽 那我给他换个55分 行不行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自串替换 自幅串替换 他的格式是这样 3的 S代表替换 当然可以指定替换第几行 然后呢 把旧的自串 换成新的自串 反行按据 后面加分界 也说 我可以这样来替换 他代表把第三行的74 哎 我的PG成绩 换成99 哎 那我们试试啊 我们 我们直接 散散 呃 把第 四行的 这个 99 把他 第四行的 啊 加S 99 替换成为55 把他换成55分 STO 这个文件 你就会发现 他的数据 哎 被幕后黑手 把他改成了 不及格 当然 这种替换 是没有影响 这个文件本身的 看 文件里的内容 还是原始数据 我影响的仅仅是 数据的输出节目 那我想 替换这个 这个数据的同时 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他的对应文件 这个时候 就要加入 杠爱这个操作 这个时候 看没有输出 但是我开他一下原文件 你就会发现 好了 连他的成绩的这个存档 我全部更改 从今以后 高老师就再 不会再有 99分的成绩 他永远都是55分的 这就是 钢爱 和不加钢爱的作用 提醒大家 钢爱操作 会直接修改文件 它有一定的危险性 修改一些重要的 系统规则文件的时候 如果你 进行了误操作 而且你有使用了钢爱 它就有可能会导致 我的这个命令结果 出现这个 这个差异 所以呢 其实超哥的建议是 我们的三等 它的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处理 命令和输出 所以说不需要写文件 如果我需要修改文件的内容 最好还是用VI这样的编辑器 去直接修改 出错的可能性 好了 这是 字符刷提款 但是我们说 如果加了刚毅选项 它允许多个条件 同时提款 比如说 把李明老师的名字换成空 把高洛峰的这个名字换成空 这块没有加行号 它就会代表整篇文档 那整篇文档当中 李明的名字和高洛峰的名字 其实只有一个 所以呢 他就会 细换的就是 整个文档里 他找到了所有的李明和高洛峰 这个命令结果有点长 我就输出一下 懒得敲了 那你就会发现 看 成绩列表打出来了 但是 但是 我偷偷摸摸的 把李明老师的名字 和高老师的名字 删掉 所以呢 这些家伙虽然成绩比我高 但是不知道是谁 那 超哥理所当然的就变成 这个第一名了 这就是这个作用 哎 杠一 允许多个条件同时执行 多个条件之间 用分号分开 当然 也可以用回车复分开 也就是说 你这里只要不打 单引号 他就会认为 我的命令没有执行完 你回车他不会执行 允许你输入后面的内容 再来执行 那其实还是用这个 看起来更直观一点 好了 我们回过头 再看一下 我们Sand的格式 刚刚看的时候 Sand的格式 好像比较复杂 Sand 加选项 加动作 小心 动作一定要用单元和扩权 选项 我们常见的就是刚刚 直显示 经过Sand操作的行 刚一 多个条件同时执行 刚修改这个数据输出的结果的同时 也同时修改文件 选项呢 主要有行操作选项 追加 替换 插入 删除 打印 还有字符串 替换选项 S 好了 这就是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下节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